香香 最近實在是 妳這些好朋友 交往到底多久了 我家交往大概十四年 而且我一次在這短短時間內 看清三個人 所以妳知道我這段日子 過得很痛苦 這個是他們其實每個都比我大 大概十歲左右 然後他們就是 他們是我那時候十八歲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十八歲的時候 我就被告中退學了 然後那一年我爸爸就說 妳去外面給我找份工作 妳不要在家裡混吃等死 我說好 我就去那個辣妹店 就是服飾店裡面 就每天去當店員 我好開心 因為我第一份工 然後我打工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認識了這些朋友 這些朋友是我在 我那些打工的店隔壁 開店的老闆們 然後所以他們都 那時候就是跟我 他們覺得我這個女生很好玩 然後我就把他們當成 那種大哥 大姐姐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雖然到現在我都維繫著 曾經維繫著 就是很看重這份情感 因為我二月份自己開了公司 那我就覺得我身邊沒有人 那我是要找新人來幫我 那新人剛好就是這些人 那我就信賴他們 結果我就說 當然我這個就是 因為現在所有什麼東西 都沒有說去懷疑或質疑 那當然就讓他們說 你們想要 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那我當然就說 如果你們就其中一個 我就讓他類似有點像是 接受就是我所有的工作 就給他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 案子去接到 或是我有的工作 我都分給你們三成 就是你剛好 如果你有朋友或什麼東西 你介紹就是介紹費抽用 這樣子概念 有錢大家賺 對 我就稱這兩個人 阿貓跟阿狗吧 在我公司的就叫阿貓跟阿狗 阿貓是有自己工作的 那阿狗是沒工作三年 我覺得說他沒工作的話 我來互相幫忙 OK 如果你有什麼才藝 沒被他發現 你有什麼才華或想像力 我覺得我OK 我讓你發揮 那他們兩個 我哪知道兩個人 剛來我公司的時候 兩個人大家都去認識的朋友 十幾年的朋友 兩個人為了爭案子喔 真的反目成熟不可開交 兩個人沒有辦法開交 兩個自己還互相搶案子 互搶 互爭 爭完之後呢 我就不管買 我怎麼樣安撫他們都沒有用 那你還要拿出我的錢 給他們兩個才能夠平息 然後又會再吵 對 然後呢 甚至呢 他們就開始野心大了嘛 覺得說我這個好像什麼 都不在乎 就開始亂接東西 把我推出去拿去賣 都沒關係 像A片的也接 A片也接 真的假的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A片接 然後A片接 然後我是約很多 因為當然啦 很多廠商看到我 A片接要怎麼旅約啊 對啊 所以我賠錢啊 我就是A片 他A片接了嘛 那不只是A片嘛 還有很多就是來詐騙 因為他看到這兩個人夠貪嘛 那所有很多廠商就是很多 可能是來意不善的 想要來詐欺的也接啊 所以很多後來 我就發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我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怪怪的喔 這問題好像開始在產生了 開始你們是不是 你們是為了錢 高誇我的心血都沒關係 那我是因為我擁有這些東西 我讓你們來發揮創意 但不是代表說 你們可以利用我的心血賺錢 我以前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錢的時候 我都很珍惜 我自己的這些照片 或什麼的作品啊 他說你們有了 都變成這樣子呢 還有那阿嬤先生跟我開口說 我跟你說 我沒有想要跟你要三成喔 我要更多 他直接喊一個數字說 我就是要拿這樣 好 我跟他說 我剛剛說為什麼 你可以這樣 他說沒有 為什麼啊 我已經留錢給你了 對你不錯了 他們真的是好朋友嗎 他這樣做 然後當時那時候我不答應 這個以七月份算是好朋友 我開始覺得怪怪的 然後到四月份 其實很快 兩個人有時間嘛 兩個人本來是反目成仇嘛 那後面我是發現說 那個阿狗沒有能力到說 連我的助理都拿去用 那當然我四月發現問題 說我整個公司抄起來嘛 我說你通通都 我一個人耶 我只有一個人耶 助理Five 這兩個人 我說好啊 來 你告訴我 你們現在這樣子 案子給我亂接 亂搞 我就開始全部通通說 我現在喜歡我要建立制度 很多東西我不行的就是不行 他們還跟我說 笑死人了 什麼案子你不行 那個藝人都可以接 你為什麼不能接 你抓大牌喔 沒有人在接A片的啊 不只這樣喔 等一下你是老闆 請他們來耶 我請他們來 對 他們沒有辦法 認為我是老闆 然後甚至還有很多的公關品啊 我才發現通通都給我 拿去變賣或A走 A走拿去變賣 就有任何公關品 就變賣掉 甚至我 甚至這支影片 不是我鬧得很大了嘛 他都 他那個影片之後 很多廠商來敲我說 原來祥祥 那個時候 我們給你很多東西 你那個都沒有收到 我們以為是你不喜歡 人家的 他還請什麼 請我們藝人的助理 騎摩托車到他家 很大牌 想要他家把東西拿來之後 然後不跟我說 吃掉 然後讓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都沒有辦法去 幫人家公關或什麼的 害我 害我得罪人 而且重點在這段日子的時候啊 我就說拜託不要人 不要來了 不要來了你知道嗎 很快兩個人 不是反目成仇的嗎 兩個人變好朋友 超級好 然後煩我一個人 煩我一個人 不准我建立制度 說我態度不佳 我是老闆 我公才剛來 你們兩個本來吵架了 現在和好了 和好了 一起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對 一個朋友 然後呢 然後開始攻我嘛 因為我現在 現在已經八月了嘛 四月份到七月份 他們還不斷地出來嘛 他說四月份到七月份 今天這段日子啊 我告訴你啊 是你們 是你林佳麗不想 見到我們兩個 不想讓我們跟你一起工作 不代表我們兩個不想來啊 三成的錢還是得真來吧 兩個一直 每天每天都在跟我要錢 我說OK好 那你離開 那我沒辦法給你們錢了 因為說實在 我賠償了太多了 那他們就還要繼續鬧 還說我沒有辦法 所以第一談判破局 第一談判破局 他跟我說要到勞工局 要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說實在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約耶 你勞工局衝要對我幹嘛 我完全沒有任何 你只是朋友 我照顧你而已 這些錢都不是你應該分的耶 說實在的 他們都騙我什麼案子 他說騙我這個人是沒有工作的 包括什麼通告是沒有的啦 他說都是他們去爭取來的 所以我每個通告 就下通告了 每個錢我都分他三成耶 你知道嗎 那個阿貓多壞 因為呢 因為在當中啊 在四月份到七月份 我不斷地請助理 那我有請到一個 趁火打結的助理 助理也趁火打結 對 因為我身邊沒人嘛 是 那我身邊沒有半個人 那我只能請助理 助理就慢慢請 就會請到一個偷錢的啦 從小不乾淨的啦 所以要不乾淨 常常通告費就給你包帶走了 因為我每天都在傷神啊 然後被煩得這樣子啊 從頭皮包給我偷錢啦 那我後來發現 就請他離開 那我家人也就知道了 那那個阿貓 他其實都跟這個 阿貓 阿狗兩個人 還跟助理這樣偷來按去 每天套我這邊的訊息啦 然後呢 他也知道助理離開了 然後趁第二次談判的時候 我爸爸在了手 就問我爸爸說 為什麼那個助理要離開呢 為什麼助理要發癒掉呢 包括我爸爸剛剛說 他有偷錢的習慣 在密閉空間 我們家的拉比 他剛才說給他錄音啦 我爸爸說他有偷錢的習慣 說給他錄音啦 隔天直接傳給那個助理說 趕快去告他們全家人 他們家全家喊血噴人喔 告他... 告他們鬼放名譽有灰 有計畫的耶 完全是唯恐天下不亂 你扯一個莫名其妙人進來幹嘛 他就是偷錢 就是我證據都卻曹 我還有證人啦 你覺得這十四年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發現 他們有這些人格的去想 都沒有 突然碰到錢就照妖精的現行 以前就是他們很愛錢 但是我就覺得沒差啦 無所謂 就有東西統多地方 就是吃飯的地方我付 住的地方我付 我覺得我有的話 大家無所謂 你懂嗎 所以以前出去大部分 你這個妹妹在付錢 都是我來付 對啊 大部分都是 那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朋友之間 十四年情依 你們到最後 我分給你們這些東西 你們會認為 這是應該的 甚至還有一個跟我說 那個阿狗還跟我說 就是我跟他談判 他跟我說 搞清楚耶 你認清楚 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還整個賣衣服的小妹 他覺得你是他做紅的 對 他沒工作三年 才來兩個月 然後重點是 重點是 我想跟你們說的是 我就是認清楚 我十八歲的時候 跟你們站在一起 所以我把你們待在身邊 很多藝人紅了 或是怎麼樣 他是忘記 跟過去的朋友 直接不理的 我就是記得這份情分 我放你們在心裡 所以我讓你們這個樣子 得取這些那麼多的東西 拿三層 基本上是專業經紀人在拿的 還跟我說 他敢不給我三層 敢說沒有 敢說我告訴你 什麼...大經紀人都拿三層 憑什麼不拿出來 錢都入你口袋了 搞什麼拿出來 我就很多人叫我忍 我就忍不住了 我現在把那樣大 我就是一條命想怎樣 你要錢還是怎樣 然後一條命在這 想怎樣 好激動 你懂嗎 我沒有欠你們耶 我沒有害過他們 你還要害我 我叫我不要那麼大 我跟你講我沒有 我不會黏血沒差 真的受夠了耶 真的他氣急了 那這事情現在想怎麼說 他們現在擺明就是 還是要要錢嗎 他們現在沒交沒洗 我沒有 我不會 他們跑到調解委員會 好笑耶 我跟他說好 那個阿狗跟我說 一口價二十萬 隔天又變四十萬 大後天又變七十 到調解委員會的時候 變九十 你有辦法嗎 你有辦法付嗎 他就四大開口 但是他們就是 他們太假的解我 十四年有要了解我 不會敢對友誼之間 狠下心 不會把它曝光在檯面上 所以你們就可以 往死裡面踩 對我得寸進食 他們覺得這樣 每天這樣 對我精神轟炸 確實有精神轟炸 我沒有長過白頭髮 長出三根來 記得長三根啦 為每一個人 一個人長一根出來 對啊 長三根 我整個精神轟炸 我從哪邊這樣 我每天工作 說實在來 我就回去會想到這件事 我就會很難過 但是就沒有辦法 他們就是看著我這臉 覺得不會對他怎麼樣 就是要瘋狂的這樣子 來想說我會怕麻煩 就少給他們錢 趕快給他們錢 講講真情流露 他像生命在抗爭 我問一下安怡 被多年的好朋友 這樣子背叛 心情一定很差 你覺得他應該怎麼調整 其實我覺得他 其實也有做到一部分了 因為通常來講 如果是這樣子 多年的好友背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正視自己的傷痛 因為很多人 剛開始被背叛的時候 是不敢相信的 對 所以一直覺得是不是 不可能 是不是 對 我做錯了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正視自己的傷痛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真的被傷害了 所以我需要被安慰 然後我沒有做錯事 這個還滿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想 你要做的就是要反思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坦白說 如果真的身邊都是一些 壞朋友 可能你要想一想 是不是我太容易讓人家誤以為我好欺負 好 或者是說 我有太多的善良 被人家當成是好用 利用 就是我們可能要反思一下 或許我自己太過 怎麼說就是不小心 或者是太過示人不明 那這個部分 其實可能要加強一下 然後最後一個 我想就是要提醒大家保護自己 因為朋友往往在圈子裡面 他是交疊的 所以他有可能會在圈子裡 散布你的留言 或者是在背後做一些小動作 那甚至合夥的時候 還會牽扯到錢的問題 所以採取法律措施 或者是保護自己等等 這個步驟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這個社會學分 又多秀了好幾個學分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謝謝 simply stata 我也要仔細講的 因為玩家 如果有一個على 我們はいい